假如你是一個設計師 對著這個492呎的模型 你會怎樣設計 我們先看看行機膠出來的搭卷 這個設計師做出來的東西 很漂亮的裝俗 為什麼我說漂亮呢 因為設計得很巧妙 首先進來了一個廳 然後這個就是電視位 沙發位 一張長桌 我最喜歡的一個大露台 它是用燙門 燙完之後的露台位 可以放一張插機 然後一張椅子 這裡做了一些裝修 封了一個冷氣機 做出來有一個非常漂亮 整個TAC按出去 樓底相當高 另外一個廚房很棒 它是一個L形的 有一個洗手盆 然後有兩個爐頭 明火和電池爐都有 這個就是洗衣機 這個就是放餐具的 下面就是焗爐 用貓來拿東西 不太好焗爐 應該放上去 但用回名牌的MIRROR 上面這個是熱的櫃 賠色上都很帥 再上高一點 就要拿一個梯才開到的 這裡是靚仔 但來有設計 而且非常失用 有門的另一邊 也有個咖啡機 茶櫃 然後這邊就是雪櫃 下面就是冬櫃 基本上入門就是沒有浪費的任何位 這個拉出來就是一個餐桌 或者一個工作桌 然後這邊拉出來就有些調味料 然後還有一個酒櫃 好奢侈 然後還有一個餐飲區 小屋子小小 生活格調不差 這裡還有一些詳細 可以放一些小朋友的獎座 或者獎杯 然後這些可以做磁鐵 貼一些東西 然後這裡就有面鏡 最特別就是這裡 嘩! 在哪裡? 是工人房 這裡給工人擺他的衣服 工人睡覺的位置 然後下面就是工人的存物位 然後這裡可以再放一些東西 還有一陣燈 工人其實都... 不算小 OK 再走這裡就是小朋友的房 基本上都是三尺的床 或者做大小的三尺盤 這裡有一個小衣櫃 然後一張小的桌 可以利用一個桌子 好像這樣做 放一些東西 活在多下 這裡是絕對實用的 這裡就是浴室客廁 基本上沒有什麼改變 它這隻 很帥 然後有這個 有這個盤 鏡櫃 開不開到? 開不到的鏡櫃 有點浪費 主人房的書桌 還有主人房的衣櫃 這個... 另一件東西 其實我不是很欣賞這個 然後就是主人房 但是它做這個就很棒 這個主人房的浴室 跟客廁差不多 整體來說就非常好 這裡有一個主人房的設計 我一般 如果要頂我的話 你這裡是書桌 有些浪費 你讓我拆開 然後把這個給我聽 如果你有設計 你又會怎樣設計 歡迎留言告訴我 記得點贊訂閱支持一下 我們下期見 拜拜